终结安瑞科公布 截至2021年6月30日 指6个月之中期业绩 期内 公司合并收益上升49.3% 至人民币约79.4亿元 股东应占益力约为3.83亿元 同比上升77.5% 每股基本盈利为人民币0.195元 同比上升78.9% 不派中期股息 清洁能源分布 为集团最大销售收益贡献者 专注于制造 销售 营运及服务多类型的储存 输送 加工及配送天然气 2021年上半年 该分部收益大幅上涨48.7% 至人民币约44.52亿元 谈及公司上半年订单 公司管理层说 截至2021年6月底 中级安瑞科累计新签订单金额 达92亿元 同比增加51% 清洁能源新签订单金额达52.2亿元 同比增加29.2% 上半年订单保持充足 化工环境订单大幅增长 谈及钢铁价格走势 公司管理层说 2021年上半年 钢铁价格持续走高后开始回落 截至6月底 钢铁价格回落至6000元每吨 仍比开年价格高16% 价格成本上升 会导致下游对钢铁的需求放缓 受国家政策措施和市场供需等综合因素影响 预计下半年钢铁价格向下窄幅震荡 至于未来如何布局清洁能源板块 公司表示 公司将积极配合国家政策 以天然气和氢气全产业链 布局助力国家双碳目标的达成 重点构建LNG全业务链 LPG全业务链 战略布局清能核心业务领域 展望未来 LNG产储运装备及终端市场 有望继续增长 他又说 公司会注重多元化布局 关注中国国内白酒机会 积极开发新产品 如酒精气泡水等切入新兴赛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